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更是如此 有的人认为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一个总是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会生活得更幸福,其实不然 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从来不在她穿的大牌衣服和包包上 因为这些物质的体现其实是最肤浅的 有的女人拥有着最完美的人生,拥有着最完美的事业,拥有着完美的体态 可是在个人感情上,在人生幸福上,还是有偏差的,还是有缺失的 凭一个人的外在来判断一个女人到底幸不幸福,这个判断太过 我绝对 真正的美绝对不是千篇一律的 真正的绝对不是枯燥的 真正的美绝对不是雷同的 幸福也是一样的 是靠装扮经营不出来的 女人真正的幸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是活在自己的独立特性当中 是活在自己强大的内心当中 因为总是想依靠外表来取得幸福的人 往往都不会幸福 而一个女人真正幸福的就是她有强大的内心 不在意他人的评价 不在意他人的指质点点 更关注于自己内心的真实 而那些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的女人 还是活在现实的标准中 她们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够精致 生怕别人说自己蓬头够面 生怕别人说自己是黄 连泼 以真正的美好由内而外 首先 真正的美并不是靠化妆去展现的 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展现 以及自身气质的加持 如果说经常梳妆打扮的女人 就这样过得好 那每个人都只需要打扮一下就可以了 然而 现实却并非如此 一个女人的气质 外在是维持不了的 得靠内在的吸引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过得更幸福的女人 都是那个从不化妆的女人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过得更好的女人 是那个从不主动穿衣打扮的 因为这样的女人会把自己的外在收拾得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 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女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内心上 放在培养自己的气质上 一个女人要想拥有好的气质 需要时间的沉淀 更需要自己的日积月累 更需要从书本当中习得 一个总是喜欢看书的女人 一定会情绪平和 虽然她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少 但是在书本中她看到过太多人的大起大落 女人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人生的常态 因为生命本来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来经历的 一个总是情绪平和的女人 她的脸上不会有猙獰的焦躁 反而会有一种能够静得下来的味道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在每个人都渴望快速成名 快速赚大钱的时代 一个身上自带静气的女人 一个情绪平和的女人 一个面部表情柔和的女人 就已经有了很好的气质 因为真正好的气质 就是让人被吸引 想和她交流和亲近 而不是有着巨人鱼万里的疏离感 那不是气质 而是冷漠 二保持独立 才会让人充满魅力 独特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概就是如同小王子里 小王子养的那朵玫瑰一样 在玫瑰诞生的地球上 其实还有着千千万万个 与这朵玫瑰一样的玫瑰 每一朵玫瑰花都是鲜红的 热烈的 美丽的 奔放生命的 可是小王子却对自己的这朵玫瑰说 它就是最独特的玫瑰 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玫瑰 只有这一朵是它的 只有这一朵是与它有联系的 其他的玫瑰与它无关 小王子的话安慰了这颗 又敏感又矫情的 玫瑰花的心 可是小王子的话没有说错 使你与众不同的 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魅力 著名作家贾平蛙 在散文集《自在独行》中 曾经写过一篇 名为谭达般的文章 他在文中的描写让人毛色顿开 他将女人比作灯笼 女人的外表是内桑灯笼制 女人的人格和素质则是里面的灯泡 灯泡发出什么颜色 外表就会呈现怎样的光泽 倘若灯泡不亮 那么不管包装纸怎样精美 灯笼看起来都是灰暗的 贾平蛙如此描写 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 女人要是真的 想过的幸福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内心世界的丰富 而不是对自己外表的无限修饰 三精修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美丽 每个人的皮囊都曾经绚烂艳丽 但是也终究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一个总是想依靠外表取得幸福的女人 当她的年纪越变越大 皮囊没有办法吸引人的时候 那是不是幸福已经远离她了呢 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化妆 也不是靠穿衣打扮 而是内心有一股笃定的力量 她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她更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她不会让自己活得庸庸碌碌 更不会让自己在日复一日的时间中 把自己人生的灵气 把自己人生的时光全部消耗殆尽 她来人生一趟 就一定会来得值得 就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一个内心笃定的女人 一个有目标感的女人 哪怕是素颜 她的脸上都会洋溢着自信的光芒和神采 当一个女人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时 给人感觉越来越惊艳时 越来越有独特的味道时 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活法 她已经不需要靠外在来证明自己的幸福 因为她本身就是幸福 她已经活在幸福当中了 女人真正的幸福 不需要看外在的评价来固定 也不需要条条框框的妥协 而是自己内心的风营 充足和笃定 女人要想活得更加精彩 要想活出自己的味道 现在好好看书开始吧 你可以在书里去见证别人的悲欢离合 去见证别人漫长的一生 或者短暂的一生 去习得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 从现在开始 好好运动吧 真正让你变得更加幸福和年轻的 不是化妆 而是运动 一个健康的女人 不管多大的年纪 都能够活在幸福当中 因为一个人的健康包括了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 只有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时候 才会有身体的健康 女人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定义自己的美 不需要被任何人来评价 也无需被任何东西束缚 化妆和不化妆都是你的自由 都是你的自由选择 当一个女人 总是靠化妆和打扮来经营自己的幸福时 那幸福必然是岌岌可危的 当一个女人不惧怕年华的老去 能够和时间做朋友 能够在时光中慢慢地修炼自己 去看更多的书 去走更远的路 去做更多的运动 而气质就慢慢地被培养起来了 一个气质好的女人就像老茶 时间越久越有味道 时间越久 越能沉淀出韵味 原来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 是不愿意化妆的那一种 在生活中过得更好的女人 往往是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用在外在上的 比起去取悦别人 比起总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 女人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